现在是晚上时间 出来看一下他们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外面在低雨 看到没 大家看到没 现在开始低雨了 不知道这场雨会不会下很大 根据我活了这个30年的经验来说 我估计这个雨应该会下一会儿 但应该也不会特别大 但是现在开始下大一点 所以我过来看一下这边 如意这里顶不顶得住 我估计大概率应该是顶得住的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它那个是防雨的 就是这样 如果实在顶不住 我估计它应该也会去跑到那里 和那几只狗在一起睡 就是这样 奔奔又跟着招杀了 又招着池了 前天脑子里出了池就是池 还是池 要么就是万就是万 就是万对不对 脑子里就没有一点整性 不需要人家销魂 还销魂吉凌劲 是不是 现在这个天开始下雨了 希望 奔奔回去 不要跟那销磨了 销磨啥销磨 不看下雨了 还跟那销磨 吃不够 甜甜 准备下雨了 准备下雨了 应该没事 这几个狗还躺在这 嗯 哈喽 大家好 我沙飞啊 就是这样 今天是8月19号啊 然后的话这个没有下雨啊 本来昨天要下雨 但是也没下啊 这个天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说它在县城那边 那个东区那边有下 到我们这里就一滴雨都没下 所以猫孩子们都很安全 大家不用担心啊 就是这样 时间过得挺快的啊 转眼 对吧 去年8月份的事情 我还历历在目啊 去年8月份 这一下子又到了2022年的8月份啊 感觉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 我记得去年8月份的时候 我在干什么呢 去年8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简直 就我现在回忆起来 简直就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啊 首先啊 第一点高光时刻是什么 就是去年我才20多岁 对不对 去年我才20多岁啊 今年我就是30 对吧 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第二个高光时刻 就是去年啊 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呢 去年这个时候 我在4S店里面去看车 对不对啊 今年我连个车毛都没有看到 好就是这样 去年这个9月3号 9月4号啊 在我家里面人帮助下 在一个 对 对 是一个粉丝的帮助下 然后 对吧 终于鼓起了去 省会城市去提车的这个决心啊 到了今年对吧 真的是 感觉就很失败了自己 今年 再让我去说什么 买车买啥 简直就是 不可思议啊 不可想象啊 真的是这样的 去年这个时候 我就经常 去许昌嘛 那时候去看车嘛 经常自己 骑着摩托 经常去那边去看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 那时候 骑到一半嘛 路上突然下大雨嘛 对吧 下大雨 没办法 只能继续前进 等到了4S店 对吧 然后又被淋了一身雨嘛 对吧 当时我还对吧 拍了一个那个 对吧 一张图片啊 图片给那个支持阿飞的粉丝看了 我说 你看这雨下这么大啊 就是这样 真的是时光 时光一下子就对吧 过去了一年时间 真的是 很久没有坐在这 对吧 和大家去聊聊天 谈谈心 对吧 感慨 颇多呀 因为这个月 到28号 对吧 我表姐 对吧 就是我舅舅的女儿嘛 她就结婚了 因为她是在郑州嘛 我大舅 他们都是 对吧 我大舅人 其实已经走了 然后的话 我大舅 现在是带着 对吧 我表姐嘛 对吧 在郑州生活嘛 就是这样 就是接下来 他们要回来宴请 这边的客人 对吧 所以在我们镇上 28号要这个 举行 这个 对吧 结婚 对吧 就是这样 宴请宾客嘛 就是这样 感慨一下吧 他比我大一岁 然后的话 在我妈这边的亲戚 这里来说的话 可能我就是最后一个 没有结婚的了 对吧 还单身着的 你说实话 我都挺尴尬的 说实话 确实挺尴尬的 在我爸这边的这边亲戚 对吧 来说的话 对吧 虽然我还有个弟弟 对吧 是我四叔家的孩子 对吧 但是堂弟嘛 也算是 但是他还小 对吧 他还二十三四岁 对吧 这个当然我也不好跟他比了 对不对 但是整体的话 该结婚的都结婚了 是吧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都不太愿意去想 这些有些事情 但是 不自觉的这个时间 好像就推着你 对吧 让你去面对 对吧 面对这个现实中的好多事情 现实中好多不得不面对的这些选择吧 就是这样 真的是 有的时候就心里面就不自觉的 就有一点悲伤 对吧 有一点伤感吧 由然而出啊 不是我哭穷啊 或者说别的什么 现在就是收益特别低啊 就每天就 视频的话 每天就十几块钱嘛 因为我现在也不敢拍多视频 我之前的 也跟大家有说过 对吧 我之前更新一天更新两三个 最后发现收益和更新一个视频的收益差不多 对吧 也不是说 完全一样吧 就是可能会多个几块钱 或者比如如果更新三个可能会有个20块钱 对吧 如果更新一个可能有个 十五六 对吧 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我 从上个月开始就决定更新一个视频嘛 对吧 更新一个视频陪伴 对吧 但是不代表我 更新一个我的工作量就少 对吧 因为 现在家里面有六个毛孩子 对吧 每天他们闹腾的 方方面面很多东西 我也 对吧 有些东西我不愿意拍出来 对吧 就是 也不太好的 有些对吧 但是希望大家也都应该会知道啊 因为像我的话 拍视频和别人可能不太一样 我为什么就是 想 就是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视频拍的就是好玩一点 有趣一点 对吧 哪怕我们 生活困难 对吧 生活不容易 对吧 但是还是想拍的 有意思一点 因为我知道啊 看我视频呢 一般 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人生阅历 对吧 有一些粉丝呢 就是 被疾病困扰 有一些是生病了 然后我希望 对吧 能够通过看阿飞的视频能够感到一些快乐 对吧 能给你们带来一些欢笑吧 这也是我 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拍视频的初衷吧 也是 我 对吧 一直坚持这样去做的 当然时不时我也会 在我的视频里面喜怒哀乐 对吧 也都会有展现 对吧 当然我也不太愿意 对吧 就像现在在这边说 但是没办法 生活就是这样 当我每天都拍的很快乐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我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 就是这样 我还是说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怎么不容易 还是能说 我还是想说出来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啊 我觉得 还是尽量 对吧 拍的快乐一点 就是这样 真的 就是说起刚开始说的那个 刚开始说的就是去年不是一个粉丝 就是 为了支持阿飞吗 的当时 给阿飞直接转了四万块钱 让阿飞去买车嘛 当时我父母也是给我钱 然后 让我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吧 让我看我做什么嘛 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 对吧 如果大家一直看我视频应该知道的 对吧 后来我就去决定买个车嘛 然后就去了郑州 然后的话 那个事情经过 大家也都知道啊 后来 芯片短缺嘛 车子一直迟迟没有 到对吧 然后我就把车子退掉了 然后把这个钱又还给了这个粉丝嘛 然后这个粉丝 我们也要保持联系啊 然后到 今年的这个过完年 过完年 我们还有联系 但是过完年之后 就是这个粉丝 然后就查出了这个有 癌症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他后来 后来 工作也没有了 然后就积极的去 治疗嘛 就是 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还有经常问候他 因为后面 我一直都有问候 关心他的病情 但是就是 从五月份之后 然后到今天 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 他的信息了 就是这样 我一直非常的关心他 一直非常的 想知道他现在治疗的怎么样 对吧 虽然我没有过多的能力去帮助嘛 但是 因为他是看我的视频嘛 一直 对吧 因为他觉得很好笑 很好玩 所以我尽量想把我视频拍的好笑 好笑一点 好玩一点 就是希望 对吧 生病的粉丝或者是他们能够看到 我能够开心的笑一下 就是这样 对吧 对吧 我 我 每个月都会给他发信息 但是到现在就没有回复 我说实话 特别的担心 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一些什么 为 帮助 对吧 除了他嘛 就是曾经帮助过我的这些粉丝 不知道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我就是想的是今年嘛 再坚持一下 对吧 今年12月份之前 再坚持一下 对吧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对吧 努力去 去做好吧 然后去等待一个结果吧 如果说真的没有结果 如果这个粉丝没有回复我的话 可能 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结果 对吧 因为茫茫人海 真的有一个人愿意那么帮我 真的 说实话 我是很感动的 虽然去年我们也算是有因有果嘛 对吧 他借我4万 我又还给他 我们已经了去了这段因果 对吧 但是后面的话 当我得知他生这个病 说实话 我 我的内心是很 很难受很难受的 就是这样 我说 世界上 为什么好人老是人生 如此的 多灾多难呢 对不对 还没有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 就 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就 所以我坚持 对吧 现在就是坚持拍视频 对吧 哪怕我一天 对吧 接下来 对吧 哪怕一天5块钱 10块钱 对吧 我 我也会拍下去 就是这样 我也会坚持到今年 就是这样 忍成选择嘛 就是这样 其实不是 有的时候不是说我 说放弃就放弃啊 有些东西是比这个拍视频 方便面还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看视频的有一些人 真的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支持 需要我的视频去陪伴他们 不是我把自己看的特别重要 是我们家的六个毛孩子 确实是 对吧 大家喜欢他们的人 确实是每天可能睡觉之前都会看着他们 才会睡去吧 可能是这样的 是他们很重要 就是这样 我的粉丝你们也很重要 对吧 所以我就是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下来 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动力吧 也算是 但是 我就是 对吧 就是说我就是在等一个结果 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好的结果 关于这个粉丝能够 希望他能够战胜 战胜这个 这个癌症 对吧 战胜 化疗成功吧 也算是 我已经五六几八 我已经有四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了 但是我每个月都会给他发信息问候 我希望在 明年之前 对吧 能够收到他的信息 他告诉我 他的病已经稳定住了 对不对 我那样的话 我想我还有动力再去坚持下去 否则真的 不管各种原因吧 各种 外在的压力还是 来自家庭的 来自这个社会的 还是来自这个传统文化的 风风风风风的压力 说实话 经济上面的还是 对吧 还是这种本身是苦闷的生活嘛 对不对 一个人在家对吧 本来就是苦闷的生活嘛 对吧 我想我 会有计划性的去拿天 对吧 去放 放开 或者去 对吧 离开大家 就是这样 但是我希望能有一个最好的结果 就是这样 三十岁 三十岁了 对吧 也该 想一下未来一年两年 或者是未来的未来 我要怎么走 对吧 就是这样 我没哭 没哭 就是有一些感慨啊 感慨人生 人生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吧 你们也不容易 我知道 你们也不容易 因为看我的视频有的时候确实挺无聊的 我知道 有的时候我说话有点太多了 有的时候还会骂这些猫孩子们 对不对 我会给你们 对吧 道个歉 对吧 我还给你们道个歉 对吧 但是不是有意的 真的不是有意的 就是生活嘛 有的时候就忍不住 都有一些爆粗口 对不对 对吧 就是这样 我希望 最后的最后 我希望 对吧 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好好的 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照顾好自己的家里人 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吧 真的 就通过好多事情吧 通过好多这些我的这些经历啊 让我感受到 有的时候说到一些平安健康 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俗套啊 觉得很 很啰嗦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些才是人 活着 对吧 最应该去追求的 最应该去珍惜的 最应该去守护好的 对吧 不管是对自己 还是对你身边你爱的人吧 就是这样 我是真的希望 你们都好好的 不希望就 那些经常看到评论的粉丝突然消失了 然后 当然我希望是因为不喜欢看我的视频 离开 而不是因为 对吧 其他的那些不太好的原因 就是这样 当然我希望一直 大家一直都在 对吧 就是这样 很多未来的有些东西 所以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 我也没有说一定会怎么做或者怎么样 我也没想很清楚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结果吧 我的内心 也是很犹豫 也是很徘徊 说实话 就是这样 很多有的粉丝说让阿飞去做直播带货 这些 嗯 因为我没有什么粉丝基础嘛 大家也看到了我的粉丝基本上都不增长的 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靠一些 对吧 一些视频的播放量 对吧 大家的一些打赏支持 我才能走到今天 如果没有大家在看 对吧 这些 说实话 一直打赏支持的这些粉丝也都是 赔了阿飞至少一年以上的 就是 对吧 90%以上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不能老是靠着你们呢 是不是 周一天你们也会看 看烦 看厌倦的 周一天你们会离开的 没有新的粉丝支持 没有新的粉丝加入进来 肯定 对吧 我也是走不走不长远的嘛 就是这样 对吧 到时候 没有评论 没有支持 到时候很难堪的 对不对 还不如 对吧 趁着大家都在 能够做个好好的离别 是不是 对吧 做个好好的道别 会不会更加体面一些呢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是这么想的 但我希望在我做出离别之前 我真的能够收到 这个 这个 特别支持我的 这个粉丝的 这个 对吧 一个信息吧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对吧 我希望你能够回个信息 对不对 虽然我们交流很少啊 也没说说什么 对吧 今年没说什么 很多交流 但是我一直在等 对吧 我就希望 对吧 你这个身体健康嘛 对吧 能够坚持 能够战胜这个 对吧 病情 能够化疗成功 就是这样 行吧 今天晚上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了 就是 怀念一下 从去年到现在 对吧 一些人 一些事吧 也感谢现在一直支持阿飞的一些粉丝吧 有时候 就挺难的 反正还是微笑面对吧 对吧 还是要开开心心的 是不是 加油吧 8月份了 现在